L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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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來到問問.hoc的時間 如果有些朋友想著 下年年頭 開始進行裝修 大家就要留意 因為開始 就會進入雨季和風季 如果在裝修期間 遇到大風大雨的時間 大家有什麼需要知道呢? 如果因為天雨的關係 而導致工程而誤 其實是無可奈何的 我相信業主 一定很想快點完成工程 但是 因為天雨關係 因為裝修師傅 或者裝修工程的公司 一定不肯開工 所以延誤無可避免 大家要有個心理準備 其次就是 如果遇到大風大雨之前 又搭了棚 千萬不要先插槍 因為如果你一插槍 如果你一插槍 其實一打起風上來 其實都很麻煩 因為你首先要圍一塊板 防漏也未必做得太好 所以大家也要留心天氣的狀況 其次就是 其次就是 如果你真的因為打風期間 導致你的房子有滲漏的情況出現 其實這個責任 業主就不能完全怪責 這個裝修公司 除非你真的 就是預先跟它說定 槍要貼好膠紙 弄好防風措施 而裝修公司忽略了沒有做到的話 你才有機會可以追討 但是因為這樣延誤 又或者有什麼滲漏的情況出現 裝修公司肯負一半的責任 我希望你都應該要反應 因為一般的裝修公司 其實是不會包這個責任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心 今天問問.hook的時間又到了 問問.hook宜蘭逐個足 拜拜